你是不是也想开始在YouTube上面直播 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或者你已经尝试了YouTube直播了 但是你觉得画质不够 画面单调 观众的互动不够积极 这期影片就会教你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 在YouTube上面开始直播 还会教你如果使用免费的直播软体 让你的直播画面瞬间追在失败 哈喽我是Gayson 这频道主要分享关于YouTube频道运 流量变现 一直忘了吹念哦 我们每次分享三部影片 谁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是新的创造者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免费领取YouTube新手全公宝典 它会从不同方面去告诉你 你如果去正确进行你的频道 那为了能够让你去在YouTube上面直播 你首先需要去验证你频道 那你需要来到你YouTube首页上面 然后呢点击右上角你频道头下 在这边呢选择YouTube工作室 然后来到左下角选择设定 在这边呢选择频道 然后找到功能使用资格 这边呢选择中间功能 你一定要启用这个中间功能 因为当你启动之后呢 你就能开启YouTube直播的功能了 而且呢你还可以擅长自定的缩图 可以擅长超过15分钟的影片 那它的验证方式呢很简单 就是去验证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了 然后呢你就可以来到右上角选择建立 在这边选择进行直播 那现在呢我就可以开始去建立我的直播了 那首先呢就是需要去给你直播去定一个标题 然后呢你可以在你说明栏里面加入一些信息 那直播方式呢就选择网络摄影机 底下呢你可以选择类别 还有呢就是上传直播的缩图 这个缩图尺寸呢也是和YouTube影片的缩图是一样的 但是呢它就少了缩图测试的功能 然后呢你可以选择把这个直播加入到播放清单里面 在底下呢你要选择这个直播是不是为儿童打造的 如果说不是的话你就选择否 底下有个进阶的连线制 如果是18岁以上才能看的直播 你就要选择是 如果不是的话就选择否 在底下呢你可以选择写试更多 如果说你这场直播呢是包含有付费宣传内容的 有品牌商找你去经营直播的话 你就要勾选这个付费宣传 那如果说你在直播里面有含有以下的变造内容的话 你就要勾选试 如果没有的话就勾选否 在底下呢你可以加入一些标签 希望更多人来找到你的直播 在底下呢就是语言字幕认证 授权和发布 留言与评分 之后还要显示有多少观众喜欢这部直播 那如果说你这场直播是为非盈利组织募款的 你就可以选这个新增募款活动 然后呢就可以选继续了 那你的直播也是能够去盈利的 你可以选择去启用盈利的功能 然后呢你可以选择直播广告设定 那YouTube的建议呢就是让YouTube为你插入片中的广告 因为呢YouTube会找到最合适直播的广告方式 从而呢去决定广告的闲时时间 那每个观众看到广告的时机是可能不同的 但是呢你还是可以在直播期间就手动的去插入广告 设定休息或者过渡期间 那这个选项呢是可以让你去赚取最多的广告收益的 同时也能够去提供给观众良好的观看体验 当你选择它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选择广告的展示频率 偶尔频率的话收益的潜力是比较低的 观看时长不会受到干扰 适中的频率它的收益潜力就一般 但是呢能够兼顾到观众的观看体验 还有收益潜力 如果是频繁的频率的话呢 你的收益潜力是比较高的 但是呢观看时候会容易出现中断 那你也可以选择底下的选择片中广告的显示方式 你可以设定直播期间的广告放松频率 那YouTube呢不一定会放松广告 并且呢并非所有的观众都是能看见广告的 当观众略过广告或者是广告结束之后 画面会自动返回到直播影片 在直播的休息或者转唱期间 你还是可以手动的去插入广告的 在底下你可以选择预估的频率 你可以选择每6分钟加入广告 每12分钟18分钟 每24分钟每30分钟 你可以勾选在不同期间向观众放松广告 尽可能的去提高收益 那你可以选择去手动的插入片中广告 你可以选择在直播特定的时刻去放松广告 设定完成之后呢就可以选续续了 接下来呢就是自定选下 这边呢你可以选择开启聊天室 然后呢你可以选择是否要开启聊天重播的功能 这个呢就是观众在收看你直播影片存让的时候 聊天重播的功能可以重现直播期间传送的信息 参与总模式就是控制什么类的人能够去发送信息 所有人都能够在直播间里面去发送信息 或者是只有订阅者会员能够发送 又或者是你可以建立一个专属的聊天室 经过核准的使用者呢才能够去发送信息 你可以打开直视反应 然后呢你可以控制讯息的间隔 也就是你可以控制聊天室参与者在传送每个讯息之间需要等待多久 你可以打开慢速模式 比如说每隔60秒才能够发送你的信息 你可以输入一到三百之间的数字 还有就是直播接力 你可以用这个功能让观众连续参与多个直播活动 新生直播或者首播活动 能够让观众在你活动结束之后继续观看 或者你可以给你直播去增加预告片 那是能够让观众先督为快去营造期待感 你可以上升的长度从15秒到3分钟的内容 可以在直播开始之前就可以观看 设定完成之后就可以选继续了 那这边你可以选择观看权限 四人的权限就是只有你还有你选择的对象是可以观看直播的 不公开就是知道直播链接的人是能够观看到你的直播的 频道会员专属就是所有人都能够搜索到你的直播 但是只有会员能够观看 公开就是所有人都能够去观看到你直播 或者你可以安排一个直播的时间 在这边你可以选日期 然后选这个时间点就可以了 然后就可以选完成了 这边就能够让你去看到串流的预览 会显示直播的缩图 你可以在这边去重新修改你的缩图 还有些直播的相关信息 然后在这边你可以修改一下你直播时候用的相机 以及直播时候用的麦克风 这边你可以分享这个直播链接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选择开始直播 那这边我就开始直播了 在左边会有直播的时间 然后直播参与人数 直播点赞人数 那右边就是聊天室了 在这边你可以输入聊天的信息 那所有人都是能看到信息的 然后你点击这个加号 你可以选择去发起问答活动 或者是发起意见调查 或者点击这个新的标志 你可以发送一些表情 这边会有更多表情的符号 你可以选择 如果说你想经营的话 在这边你可以选择这个麦克风的标志 选择经营 这边呢你可以选择分享萤幕 然后这边呢你可以选择分享这个直播链接 如果想结束直播呢 可以选择这个结束直播 这边呢就会告诉你你这样直播它的一些数据 观看次数最多同时观看人数 总观看时间 聊天室循序频率 平均的观看时间 总体的直播时长 以及呢超级留言的总收益 YouTube内建的直播功能对新手来说已经非常高用了 但是如果说你想要在你的直播里面加入更多互动的画面 来宾连线去显示观众留言 或者是你想要去切分萤幕 那么接下一个工具你一定要去认识 那就是Stringyard 而且你完全不需要去下载这款直播软体 它的操作也是很简单的 接下来就展示给你如何在Stringyard上面去进行YouTube直播 那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注册Stringyard的账号 那Stringyard呢是能够让你去免费使用的 免费之后呢是含有所有的基本的功能的 包括呢探凡嘉宾评论 萤幕的分享 影片的分享 幻灯片的分享等等 那它也会有些限制 比如说会在你直播的时候出现Stringyard logo 然后呢串流媒体它会限制 就是你每个月呢只能够直播20小时 组存空间也是有限的 那它的本地录音的功能呢是每个月2小时的 以及呢你的直播最多可以有6个人参加 那如果说你想要去更高清的1080p的画质呢 你就需要去升级到它的计划里面了 并且呢你想要在多个平台上面直播 也是需要去升级到它的付费计划的 或者说你打算预录你的直播 也是需要去升级到付费计划的 那这边呢我就进入到Stringyard里面了 它能够让你去进行直播 也能够让你去录制你的萤幕 或者是能够让你去建立研讨会 那这边呢我就选了直播 那你可以选择你直接现场直播 或者是呢你去录制你直播的影片 但是这个呢是需要你升级到付费计划才能够使用的 然后呢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平台 那这边呢我已经加入了我YouTube频道了 然后你可以选择这加号再选择不同的平台 比如说Facebook LinkedIn X Instagram Twitch Hopping 都是可以的 这边呢我就选择在YouTube上面直播 然后我可以选择直播的标题 然后呢你可以加入直播的描述 以及直播的观看权限 这边呢你可以选择公开 不公开或者私人 或者说呢你可以安排一个之后的直播时间 你可以选择日期以及直播的时间点 在这边呢你是可以去上传你直播的说图的 然后呢就可以选择去创建一个你的直播了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呢我就创建一个直播了 然后呢我可以选择进入到他的直播工作室里面 这边呢我还没有打开我的麦克风 还有我的相机 我这边呢选择预许打开 那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呢我就打开我的麦克风了 以及呢打开我身上头了 然后呢我可以选择在我直播时候展示的名字 这边呢我就输入我自己的名字 然后呢你可以给自己加入一个称呼 比如说呢我就叫YouTube创者 你可以看到我的名字 然后呢我的一个抬头 然后你可以选择是否要静音 或者是呢关闭你的摄像头 这边呢还要设定 这边设定呢就可以更改你的摄像头 然后呢你可以进行美颜 这边你可以看到就是有个美颜的效果 然后呢你可以调节它的美颜程度 一般设定呢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直播的画面的画质 那免费的呢就只能够720p了 如果说你要1080p的就是要付费计划才能够使用的 然后你可以选择横屏直播或者竖屏直播 音频呢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去揭露的麦克风 你可以选降噪 然后呢你可以选择虚拟的背景 比如说可以选择模糊我的背景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背景就模糊了 然后呢你还可以录制你整个直播 接着呢我们就可以选择Enter Studio 那现在呢我就进入到了Streamer它的直播界面里面了 你可以看到呢现在我这萤幕上面是没有任何东西的 也没有看到我自己的样子 那因为呢我还没有把我自己去加入到画面里面 我可以来到左边在这边呢选择Add to Stage 那你就可以看到呢我就被加入到我画面里面了 在这边呢你可以加入其他的直播访客 因为我是免费的计划 所以在这边呢就会有Streamer Logo 然后呢你可以加入一些字条 就可以看到这边是个字条 那如果说你是付费的用户的话 你可以加上你自己的Logo也是可以的 你也可以在直播的时候呢 加入你介绍了一点影片 或者是退出直播之后的影片 那这边呢都是需要你升级到付费版本才能够使用的 免费版本呢可以加入这个倒计时的影片 然后呢你可以更改这个背景的颜色 加入这个背景的音乐 那Comments这边呢你就能够去查看到 所有参加直播观众的留言了 那你可以选择这个Show 这边呢就可以展示观众的留言 还有这Banner就是你可以加入一些文字 你可以看到我也可以展示出来 这个呢就能够去很好的帮助你去推广一些你自己的产品 或者是一些你想让直播的观众知道的信息 然后呢你可以修改一些整体直播它的主题颜色 那如果说你想分享萤幕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Present 那你可以看到呢现在我就分享萤幕了 那我可以呢去调整一下这个分享的格式 比如说可以变成这样子分享 或者呢这样的分享 所以呢使用Stream啊是有更多的灵活度的 能够让你去透过不同的方式去展示出内容 那如果想退出直播的话呢 就可以选这个Leave Studio 那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 到底哪一种方式更适合我呢 其实两种方式都各自有优势 这里我来帮你快速的整理一下 如果说你只是想快速的在YouTube上面直播 讲讲话聊聊天 不需要有特别多画面的设计 或者是邀请其他来宾 那么直接使用YouTube里面内建的直播功能 就完全足够了 但是如果说你想让你直播画面它更加有质感 你可以加入更多画面上面的设计 比如说加上字幕条加上logo 或者是你想要去邀请不同的来宾来参加你直播 你想要去显示观众留言 你想要有不同的方式去展示出你的画面 那么Strength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 尤其是你想要去做节目 或者是访谈类型直播的创造者 不管你选哪一种 只要开始尝试了 你就迈出了非常一大步了 不过在这里要提醒一下 直播它录制的影片 最大区别就是直播它是及时的 是不能让你喊咖重来的 所以如果说你在直播里面不小心说错的话 或者是在直播时候有一段很长的空白 也是能够在之后去剪除掉的 你可以使用YouTube里面的编辑器功能 那如果说我已经直播完了 我进入到这个直播影片里面 然后我可以选择编辑器 这边我就可以查看到我整部直播 然后我可以找到我想去除的时间点 比如说在这边 然后我可以选这个剪辑与修剪 这边选择新增剪辑片段 你就可以看到在这边我创建一个切割点了 然后我可以拖动这个框 在这个红色框区域之间 我要去把它去除掉 我可以打勾 然后再选择右上角储存 就是能够把这块区域去除掉的 那如果说你想再创建一个剪辑片段的话 你把时间轴移动到这边 这边再新增剪辑片段 你就可以看到 又能够创建出一个你想删除的片段了 所以使用这个方式 就能够让你去编辑你直播好的影片 学会直播只是第一步 如果说让我从零开始 我会如何去打造一个真正成长频道 你可以看这期影片 也会告诉你具体做法 如果你觉得这期面对你的帮助 喜欢这部影片点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 追踪我IG 能够很多互动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